台灣燈會從2001年開始出發到各縣市巡迴 睽違23年後重返台北 而這也是疫情解封後第一場大型的國際活動 在融入都會的城市型燈會規劃四大展區 一座主燈和六座副燈 範圍達到168公頃 展出300件以上的作品 以及串連12個行政區的燈區 使得台灣燈會和台北城市精彩融合 創下史上最大規模 又讓大家看見不一樣的台北 光束穿梭在東區商圈街道 點亮夜空 台北市政府公布2023年燈會形象影片 宣告台灣燈會在睽違23年後 再度回到台北舉辦 不同其他縣市燈會模式 台北以國父紀念館為中心 串聯台北101松菸和四四南村規劃四大展區 凸顯城市特色還設定正行目標 不同意以往其他縣市 它是一個以城市型的燈會來舉辦 然後我們又給它一個任務 你知道我們希望它可以復興整個東區的商圈 然後再擴展到松菸跟信義商圈 因為疫情衝擊商圈 迎接解封後第一場大型國際活動 北市府把握行銷機會 又讓許久不見的人潮再度回流東區 歷經一年多籌辦規劃 還增加8000萬電力預算 打造光源台北的城市型燈會 吸引國外觀光客 燈會就是我們跨境旅遊重啟之後的一個 最大型的一個觀光活動 那我們也期盼這一次的 不管是參觀的人士也好 國際旅客術也好 觀光產值都能夠更勝以往 搶攻觀光商機 北市府複製每年西門町燈會成功模式 還有近期士林夜市舉辦白昼之夜 帶來的經濟效應 希望在國門重啟之際 迎接大量國際旅客 帶動商權復甦 記者邱須銘台北報導 台北市立動物園大熊貓團團生病 原方趕緊安排腦部MRI 持症照應檢查 同時也抽取了腦脊髓液進行分析 並且完成了整體生理檢查 希望能夠釐清腦部病變的原因 另外動物園也邀請了台大 附設動物醫院等單位 組成醫療顧問團隊隨時監控 提供他最好的醫療照顧 台北市立動物園大貓熊團團生病的消息 讓大家十分關心 原方安排他接受腦部MRI 持症照應檢查外 同時也抽取腦脊髓液 進行後續檢驗分析 並完成整體生理檢查 希望能釐清腦部病變的原因 目前已經排除腦血管病變 或感染造成的癲癇問題 但是因為炎症或腦部腫瘤 引發的可能性 還需要後續釐清 醫療顧問團隊綜合團團在臨床表現與麻醉 腦部採用風險評估後 建議安排定期檢查追蹤 目前已經開始服用抗癫癫藥物 也未出現副作用 由於團團已經步入中老年齡 肌力容易出現流失現象 儘管身體為樣 但為了維持應有的生活品質 原方近期還是會安排他回到展示場活動 醫療團隊也會隨時監控 一旦出現疫狀 會隨時進場處置 確保團團的生命安全 記者尤祥廷台北採訪報導 從9月份開學到現在 高中級以下的學生 每天確診人數平均為800人 台北市教育局依照教育部防疫新制 確診者班級不用再停課 只要學生快篩陰性 就可以照常上課 也呼籲各級學校的學生 盡快完成疫苗接種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人處在高原期 台北市高中以下學校 開學至今每日確診人數為800人 9月12號起實施防疫新制 確診者班級無需停課 由學校提供每人一劑快篩試劑 快篩陰性即可照常上課 教育局已經規劃在採購快篩劑疫苗 加碼來分配到各校 為了協助學校備足充分的防疫物資 教育局預計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 將台北市的快篩劑安全存量 從中央規定的1 2提升到2 3 並持續依照學校需求規劃配發快篩 111年9月30日也開放12歲以上的學生 可以接種Novavax的新冠肺炎的疫苗 教育局呼籲各年齡的學生還是要依照指揮中心建議的疫苗劑次 儘速進行接種 即使企業開放12歲以上的學生疫苗接種 提升自身的保護力 九層話長報導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三年改變了民眾的生活形態 衍生的精神健康問題也逐漸浮現 根據健保署的統計 去年向精神科求診的人數已經突破130萬人 其中廣泛性的焦慮症更位居精神疾病的第三名 醫師就分析除了疫情 包括兩岸對峙 選舉以及經濟因素 都會影響到民眾的身心健康 如果出現身體不適 就要趕緊就醫 避免狀況恶化 失眠 頭痛 胸悶心悸 當新廣泛性焦慮症已經悄悄早上寧 一名46歲的銀行高階主管 長期面對業績目標 承擔不少壓力 加上去年高齡生子 失業家庭兩頭燒 最近他陸續出現了失眠 頭暈 肩頸僵硬 種種症狀 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求助身心科才發現 是罹患了廣泛性焦慮症 注意力不集中 會抑怒 會疲勞 會肌肉緊繃 會睡眠障礙 然後至少持續六個月以上 而且這種症狀已經干擾到他可能沒辦法正常的上課 工作 做家事 也就是所謂的功能障礙 女性發生率是男性兩倍 盛行率大約3%到4%的廣泛性焦慮症 容易併發自律神經失調 透過自律神經測量仪檢測 觀察身體交感跟副交感神經的活性變化等等 測量結果分析 綜合評估 打造個人化的精準醫療 逛醫院症候群都找不到病因 其實他是可以來接受自律神經檢測仪的檢測 他可以檢測出來會不會你的壓力指數 抗壓指數太低 心臟彈性是不是有老化 壓力指數是不是偏高 屬於哪一型的失調是交感過剩還是副交感過剩 那多少比例屬於生理因素 多少比例屬於心理因素 他都有完全全然用科學儀器來檢測 醫師指出 讓廣泛性焦慮症患者恢復正常的生活作息 是改善病情的重要指標 也建議透過運動跟腹食呼吸來放鬆自律神經 不過要是放任病情不管 除了失智症風險 將增加6倍以上 也更容易引發包括中癮症 酒癮跟藥物濫用等等更嚴重的身心問題 記者郭參詠 台北採訪報導 消息會前往賣場超市等通路 抽驗18件台灣進口最多的蔬果 其中在蘋果的樣品當中 有7件檢出 含有一到4種農藥 還有一件來自美國的翠育蘋果 檢出不得使用蘋果的沙蟲劑陶絲松 將通報衛福部以及食藥署進行後續裁罰 桌面上擺滿青花菜 葡萄和蘋果等蔬果 這些都是消息會在今年5月 前往各賣場 超市等通路購買的進口蔬果 在抽驗的18件進口青花菜 葡萄及蘋果樣品中 8件蘋果有一件未檢出農藥 7件檢出含有1至4種的農藥 其中一件來自美國的翠育蘋果 更檢出不得使用於蘋果的沙蟲劑陶絲松 將通報衛福部指食藥署進行後續的裁罰 可儲6萬元以上 2億元以下的罰還 陶絲松的話 這一種的話 這個農藥的話 實際上在我們國內是不得使用的 那你也提到一個很好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當然是對身體啦 就是說國外跟國內 它的這個法規的管制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次也都列出來 在美國沒事 那在台灣有事 就是法規是不一樣 所以這個我們也是 就是請我們的進口商 我們這邊也有詳列 你自己要怎麼樣去透過政府機關的一些資料去判定 不要美國那邊說合格 但是進口到我們這邊可能是會不合格 雖然18件樣品的多數蔬果 農藥殘留都符合衛福部及食藥署的安全規定 但來自美國的翠玉蘋果 卻驗出含有不得使用在蘋果的沙蟲劑 以明顯違反食安法 消息會呼籲政府能夠將進口水果的農藥殘留標準 儘管未檢出也必須將詳細名單提供給消費者參考 為消費者食安把關 第一個部分就是先浸泡 就是說把這些蔬果放在清水裡面浸泡3分鐘 最主要的目的表面的這個農藥溶解 消息會提醒民眾購買進口蔬果若擔心農藥殘留 可遵照清洗蔬果三步驟來降低食安疑慮 先將蔬果浸泡3分鐘讓表面溶藥溶解 再打開水溶頭與流動清水清洗 最後用刀具去除地頭 根部或表皮不易清潔的凹陷部位 以保障自己的食用安全 記者程米倫台北報導 在榆林縣宮廟跳八家將的18歲正姓男子 捍衛成年的詹姓師弟 兩個人因為缺錢花用 竟然突發吉祥 想湊錢買毒咖啡包 遂寧警分局經過連月追查 日前南下逮人 期貨的總重量2700公克 總共598包的毒咖啡 偵訊後依照毒品罪嫌 以送法辦 兩名嫌犯正要和買家面交毒品咖啡包時 被警方擺個正招 兩人雙手上銬不發抑語 鄭姓祖賢年僅18歲 另一名詹姓嫌犯 還是法院通報的少年協詢人口 為了安全 你的安全 安全的安全 好不好 我們就上銬 兩人平時在雲林縣一處公廟跳陣頭八家醬 因為缺錢花用 竟然異想天開 挺而走險 決定賣毒咖啡包賺錢 士林分局接獲勤資 經過連續幾個月追查 日前南下逮人 查獲總重2700公克 共598包的毒品咖啡包 兩人偵訊後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分別移送雲林地檢署及少年法庭偵辦 將持續溯源回護社會治安 記者劉詳婷 台北採訪報導 新聞最後一起來看近期有哪些精彩活動 也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再會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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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